诶 听说主编最近可是很认可你的方案哦 我看啊 今年的优秀员工又非你莫属了 你的方案也不错呀 视角很不同 那是 为了这个方案 我可是昨天熬夜加班了很久 我也是靠这些饮料外卖续命的 你看我的黑眼圈 我最近又一直在靠吃来缓解我的压力 我也胖了不少 你看 我没胖吗 你看看 我胖这么多呢 我们吃完喝完继续干吧 哎呦 没必要为了做工作这么拼啊 胖就胖吧 你们俩啊 都少吃点少喝点奶茶 很多疾病啊 都喜欢找胖子 我家胖阿姨啊 最近就查出来得了子宫内膜癌 是真的呢 目前公认 有17种肿瘤与肥胖相关 其中 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最密切 因为富泰个人普遍脂肪多 而脂肪细胞中的有种物质叫方箱化酶 它会使体内的子激素水平增高 此激素刺激子宫内膜就容易引起子宫内膜的异常增生 这其中有少数运气特别不好的人最终发展为子宫内膜癌 BMI指数达到24以上 指数越高 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就增加 所以啊 我们要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 合理饮食 适度的断练 规律的作息 而已经有肥胖 糖尿病 高血压 月经失调无排卵的 绝经后又出现阴道流血 有刺激素暴露时间过程相关因素的 有相关肿瘤史和家族史的女性朋友 我们更要警惕起来 及时去医院做检查 定期进行体检